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设计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宠物沟通 家里的猫猫狗狗 如果出现了跟平常很不一样的行为 你通常会怎么办呢? 是应该要多喂点点心 带他们出门散步 还是直接透过宠物沟通 问他本人看看呢? 在社群和影音平台上面 有越来越多的四组 会分享自己跟毛小孩去找宠物沟通 像是好威小姐啦 艺人小S等等 都有类似的经验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又有人觉得宠物沟通 根本就是诈骗一点也不科学 那宠物沟通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科学真的能够解释宠物沟通吗? 如果想要宠物沟通 又该怎么样找沟通师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宠物沟通吧! Hiho,在节目继续之前 有个消息想要先告诉大家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志祺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 要搬家咯! 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 跟喜欢听访谈听咒 都能够迅速地找到 自己喜爱的内容 4月起纯声音版的 时事议题内容 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 新频道的名字 就叫做志祺七七Podcast 而既有的Podcast频道 会更专注在 《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 并且更名为 《强者我朋友》百志祺七七 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 赶快点击咨询栏的链接 把新频道强先订阅起来吧! 讲到人类之间的沟通 我们通常会透过语言文字 首饰或是面无表情 去理解对方的意思 但是宠物沟通 跟我们所熟悉的沟通 可能又有点不一样 出版《宠物通心术》的作者 威德斯认为 宠物沟通是用精神 去向对方传递 或接收思想 图像或是感情 人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理解宠物的想法 增进彼此的关系 或改善行为问题 那关于宠物沟通的起源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论 不过在很多的历史故事当中 我们都可以发现 动物沟通者的踪迹 比如说在春秋时期 听说孔子的女婿 龚野长就能听懂动物说话 根据《伦士》的记载 龚野长有天遇到了 一起失踪悬案 然后他听到路过的小鸟说 这个失踪的人 其实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就像柯南一样 直接宣布破案 但是他的举动 却被警察误认成凶手 后来他转述了麻雀 小猪或是燕子说的话 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另外在西方 也有不少动物沟通的故事 像是传说当中 天主教的圣人方济各 就曾经在讲道时 叫树上的燕子飙草 他甚至还会指挥鸟群唱歌 来赞美上帝 不过这些古时候的故事 人类大多都是 直接跟动物说话 跟现在所谓的宠物沟通 其实不太一样 目前比较常见的 宠物功能方式 主要分为直接沟通 跟间接沟通 两者的主要差别 在于中间 需不需要透过灵体 来协助沟通 而所谓的直接沟通 就是不需要借助 灵体的力量 直接透过第六感 去感知动物 传递给人类大脑的影像 声音 气味 情绪 或是触觉 不同的沟通师 会有各自擅长 或是习惯接收资讯的方式 比方说 有些人会比较常看到影像 有些人会比较容易听到声音 而有些沟通师 会担任类似翻译员的角色 去问出宠物的想法或感受 也就是所谓的 问答式沟通 有的沟通师 则会扮演辅导者的角色 同时协助四主 跟宠物进行会谈式沟通 至于间接沟通 则指说 沟通师会需要 一些器材的帮助 才能够接收到 宠物传递的讯息 比如说 沟通师可以透过 抽取塔罗牌 去确认动物当下的想法 或是他想要做到的事情 又或者是 利用灵摆 搭配适当的图表 透过灵摆摆动的方向 去找出 是否等等答案或讯息 而这个形式上 跟碟线 或是通灵版 有一点点类似 另外 每个沟通师 所采取的方式 跟步骤 不会完全一样 有些沟通师 习惯现场沟通 有些人 只需要透过宠物的照片 就能够远距沟通 当然 也会有沟通师 使用组合剂 同时采用 直接跟间接沟通 有些沟通师 也会在直接沟通时 搭配其他 像是动物行为学的知识 来帮忙理解 动物传递的讯息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好奇 如果想要跟宠物沟通 一定要透过沟通师吗 难道普通的四肢 不能够自己 跟宠物沟通吗 其实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是 宠物沟通师 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 动物沟通师们 踏入这个领域的 契机以及学习的方式 有很多 但他们大多都会提到 跟动物沟通的能力 是人类与神俱来的 只要多加练习 每个人都可以办到 台湾这边 也有台湾动物公众中心 在东海大学 文化大学进修部 所开设的课程 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 想要练习宠物沟通 可以先从直觉力训练 或是进行训练开始 等到上手之后 还有空仪法 排卡辅助法 等等的练习方式 但因为要把这些训练 展开说明 会有点复杂 所以有兴趣的人 可以记得 这些关键字 之后再去搜寻 应相关的资料 好的 话说回来 如果每个人都有天分 可以跟宠物沟通 那这个背后的原理 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宠物沟通的原理 不同的派别 会有不一样的解释 像是被称为是 动物传心之母的 沟通师阿尔克蒂 就比较倾向 用灵性派的角度来解释 他认为 每一个人的潜意识当中 都有所谓的超感知觉 可以让我们产生 超自然感受 跟动物沟通 另外 动物传心学院的 创办人汤马斯 则尝试用科学 来解释动物沟通的原理 他认为 我们之所以 能跟动物沟通 与量子息息相关 所谓的动物沟通 其实就是 一串微小的粒子 远距离影响 另外一段的粒子 或是粒子之间 产生的连结 也就是说 当我们跟动物的粒子 透过量子原理 互相影响的时候 就能达到沟通的效果 还有台湾的 知名动物沟通师 Leslie 也有在自己的著作当中 分享一些解释的方向 第一个说法 偏向脑电波理论 也就是说 脑电波可以接受 或者是发出讯息 而动物沟通 就是透过脑电波 来传递资讯 另外一种解释 跟我们大脑里面的 松果体有关 他认为松果体 可以分泌退黑激素 而这个退黑激素的成分 就有点类似迷幻记 可以让我们进入潜意识 拥有跟宠物沟通的能力 不过 因为以上这些说法 彼此的差异非常大 所以就目前的资讯来看 宠物沟通的原理 似乎还没有一个定论 因此又有很多人质疑说 如果连原理都不确定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沟通师到底 是不是唬烂的呢 关于这个疑问 有沟通师就提醒 宠物沟通 应该要以互相信任 为前提 如果四主一开始 就对宠物沟通心存疑虑 那可能就不适合 选择这项服务 再来四主 如果是想要寻找 品质良好的宠物沟通师 会建议在沟通 或接下初期 能够问一些 可以客观验证的问题 像是家里面有几个人 有养几只宠物 家里最常吃什么食物等等 四主透过这些问题 来判断沟通师 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 提供服务 但另外一方面 有人认为 即使四主觉得超准 还是不能代表 宠物沟通真的有用 他们觉得宠物沟通 就跟算命一样 成功或失败 都偏向自由行政 沟通师可能会用 冷毒的技巧 去试探四主 或从四主的肢体语言 衣着 法型 性别等等的资讯 来分析四主 一旦收到四主的正向回馈 就会往下深入 猜错时 就会赶快转移话题 根本跟宠物沟通无关 另外四主 也可能会出于巴纳姆效应 听到一些超模糊 放诸四海接准的说法 就以为是为自己量身打造 觉得沟通师很厉害 再加上 很多的沟通师 事前都会打预防针说 如果你不信就不要来 等于是在前期 就已经把四主筛选过一轮 留下本来就相信 宠物沟通的人 因此有人就觉得 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之下 四主会觉得 宠物沟通很赞 很厉害 很可能只是被沟通师误导而已 那说了这么多 你应该会好奇 现在的科技这么进步 我们难道没有办法 用科学来验证宠物沟通吗 确实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 尝试用科学的方法 验证宠物沟通的原理 那就结果来看 目前宠物沟通 似乎都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首先是量子科学 其实这个理论是在描述 电子在观测上面的 随机性状态 跟沟通的关系 并没有很大 再来是脑听波理论 目前我们只能够用仪器 去测量跟进入脑波 还没有透过无线传输 相互沟通的成功案例 然后松果体分泌的退黑激素 主要功能是调节生理时钟 目前还没有发现 它跟心电感应有关的证据 不过关于潜意识的说法 是目前很多脑科学 跟心理学的专家 正在努力了解的领域 未来如果有相关的研究 也可能会有些突破的发展 也说不定哦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 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我们之所以会选这个主题 主要是看到网络上面 有很多人分享 自己去宠物沟通的经验 整个过程 说有多神奇就有多神奇 让我们非常好奇 宠物沟通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人是要怎么样跟动物讲话 那在看过资料之后 我们发现 就以目前的科学进展来说 宠物沟通基本上面 并没有实证的科学基础 可以去支撑它 所以如果宠物不对劲 最好还是带去看兽医 确认没有生理的病痛 或是通过动物行为 兽医师的协助来找到问题 那话说回来 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因此说 宠物沟通师通通都诈骗呢 好像也不能够这么的果断 毕竟对于部分的四族来说 宠物沟通师可能是他们 在穷尽一切方法之后的最后希望 比方说我们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 看到有四族因为宠物走失 心急如焚 或是面对宠物重病 四族的内心非常的无助 希望透过宠物沟通师 了解宠物的想法 评估要再多努力治疗 或是好好地说再见 那尽管宠物沟通缺乏了科学证据 我们却很难否认 四族从中获得的满足跟慰藉 不过也有人会质疑 这样子说来 宠物沟通应该要改造四族沟通 因为主要是在解决 四族的情感需求 跟宠物的想法根本无关 但也有人认为 虽然是要解决 四族的情感需求没有错 但这项服务的核心 还是想要促进 四族跟宠物之间的互动跟理解 所以把宠物当成主角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到最后 两边的支持者 往往会因为找不到共识 而僵持不下 那我们是觉得 虽然目前暂时没有办法 用科学证实宠物沟通 但如果有更多人 投入相关的研究 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 会出现动物翻译机 动物脑波分析器之类的产品 那到时候 大家或许就能够更了解 身边主子在想些什么了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关于宠物公共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最高的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 宠物沟通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的欢迎你 在阿波Podcast 下午心里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